中国统治有什么不好 你可以告诉我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抗中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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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现在缴税了 就最不爽的 不要缴税了嘛 对不对 缴税就他这样用 就给他们就这样用 对 乱花 那个认同还有国家 是你们上面人在那边玩的游戏 不要干涉我们百姓的自由这样子 对 你们不行就赶快淘汰掉 嗯 然后你觉得他讲的怎么样 就是 哎阿九杰克尔你觉得怎么样 谁讲的怎么样 对啊 你觉得他讲的话你有什么感觉 他是谁 董军吗 就是 对啊 很多网友在问你啊 你没感觉吗 董军讲的话我有什么感觉 分裂台湾 自取灭亡 哦 我觉得 我觉得是啊 但是就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不是是非题啦 他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It's not about yes or no It's about when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 那反正大家都 大家那些都在赌 就是反正不是在我这边 炸弹不是在我手上引爆的 我就没差 就是这样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时间问题啦 哎 我跟你想法也差不多耶 可是我讲的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嘛 哎 怎么样 我觉得他这个话也就是 我觉得不要因为认同的问题哦 打仗啊 哎 就这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 嗯 就是说我不太欢迎任何国家 不管是美国 日本 还是台湾人 还是大陆人 为了一个认同问题去打仗 嗯哼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我的感觉 我的基本的态度就是这样 那认同问题很简单嘛 嗯 认同本来就是 你认同的作用是什么 嗯 就是他讲你认同是为了 为了我们 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嗯 就认同这件事情是个很模糊的 你要解释认同要我们做什么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不去再骂你骂还是怎样 我们这边就是有些爱骂啊 那边主张台独的他就是爱骂 我们也没办法干涉他 嗯 嗯 那你要听他讲你就被他骂啊 嗯 我们何况是他骂大陆啦 他连我们都骂了还骂大陆 嗯 所以如果认同问题造成要打仗 我觉得我不是很鼓励这件事情 嗯 就这样子 那认同本来就是很 他觉得是一种绑架吧 他就觉得被控制他不舒服嘛 嗯 可是我觉得我认同问题 我都可以认同啊 嗯 你懂我意思啊 我你如果说 你是说都可以认同 是你也可以认同 你是中国人是不是 对啊 哎 我就问你一件事 人与人之间相爱 需要认同国家吗 我可以不用透过国家 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可以相爱吗 那你真的逼得要我要认同 那我爱你 我爱你我就可以认同啊 没问题啊 哎 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懂 这跟人与人相爱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我们之间是同胞 那你一定要逼着我认同是中国人 那有什么问题呢 你听我说吗 你觉得我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吗 那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不见得 我心里面不见得说 我完全认同你的事 也许我有我的想法 可是你逼着我要认同 我也可以认同啊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嘛 人本来就是相爱的 我为什么要纠结在那个互斗上面呢 你懂我意思吗 好 就是国家 来麻烦懂他意思的刷一排爱心 你继续 对啊 就是那个国家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 认同是他们 他们需要我们百姓 他们才要我们认同 你懂我意思吗 他要绑架你一定是他需要的 就好像一个丈夫 他的丈夫我为什么 你要爱我 现在你丈夫你需要你老婆吗 帮你煮饭煮菜吗 好 这个政府就像我的丈夫一样 他就是要绑架我 那你要认同我就认同嘛 就这样子啊 那又怎么样子呢 那这样好了 我要的只是过 这样好了 艾伯伦这位 我刚有问你安安几岁哪里人吗 我忘了问 你是台北人是不是 几岁 台北四十啊 四十啊 四十岁啊 台北人啊 我想请问你啊 如果没有这些什么什么 外部因素 什么绑架什么东西啊 就个人的情感跟文化面的 这个理念来讲 你认同你是中国人吗 我认同我是中国人啊 因为我以前读的书 是这样子要我去认同嘛 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有很多事情要去体验啊 对有那个什么 有家庭的问题要去体验啊 那女人之间都要体验 爱情要去体验啊 我为什么要纠结在这个认同 然后去打一仗然后死了 然后我那些家庭啊 工作啊 金钱啊 健康我很多东西都不能去体验 那我为什么要为了你这个认同 去打仗呢 台湾人认同不是中国人 OK OK好 不是就算台独分子要我认同台湾 不是中国人我也可以接受啊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们这个认同的问题 去干涉到我在这个 我出生在这边 我有很多事情要去体验 我有很多感情要去了解去学习 我为什么为了这要打仗 牺牲我的自由 这是我的自由 我要去生存下来 而且我在这国家我有什么权力 权力又不在我们手上 OK 好 这个政权都是上面的人在用 我哪个国家来管有差吗 而且他们 你想想看一个政权 说你不认同我 然后我就要打你 那代表他这东西一定很好嘛 而且大陆的制度 在大陆直营那么久 再插也不会管理台湾 也不会插到哪里去啊 OK 他国家也活到现在啊 那他来管理一下 我看也不会插到哪去啦 我看也差不多啦 就是这样子啦 那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可以啦 反正你是一个老百姓 你要认同这个要认同那个 没关系 你自己心里面当然有个人认同 但是都可以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认同的问题 害你去被战争威胁 害你去打仗 对不对 干嘛咧 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我的自由 我不要 我这一生不是为了这个认同 而活着的 好 我的认同是 我的这一生是为了其他事情 而活着的 好 OK 还有那个认同还有国家 是你们上面的人 在那边玩的游戏 不要干涉我们百姓的自由 这样子 对 你们不行就赶快淘汰掉 你好 50岁台北人 50岁台北人 来您干哪一行呢 喂 我是那个艺术 艺术创作者 好好好 来 这个50 艺术 艺术买卖交流 好好好 50岁的这个渣男 来 请问这位50岁渣男 你想要说些什么 你说董君吗 还是什么 就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主题 他们就是军人嘛 军人不就是应该 就是会喊这些话吗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是不是 对啊对啊 但他们也都看样子 就大陆方面 军人都一直都在军演 军演军演军演各方面嘛 所以他们也是讲真的 应该这种武统的 其实这些军人早就 应该军演到越越欲试了 这个感觉啊 所以自然讲话就是这种口气吧 那台湾人家都在一直演练 那台湾呢 台湾军人呢 我们也在跟人家喊喊喊喊 但我们到底真的 有没有这个防备呀 有在准备吗 好像国人也看不到 也没有 对啊 但我们现在很厉害嘛 这党反正就是一样 都是口号自国嘛 都一直在喊喊 口号自国 口号国防 什么都是用口号的 其实绿共和红共差不多嘛 是不是大家都用口号自国啊 不统一一下 还没支持啊 好 你刚刚讲了一个 其实蛮有趣的点啊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 中国大陆解放军那边军演军演 军人都军演到越越欲试了 对不对 那个 你觉得啊 如果你是解放军的军人 你希不希望打台湾 我如果是解放军的军人 嗯 其实我 真的军人 有真的那么爱打仗嘛 你想一想嘛 如果你是 你要被用查理吗 你觉得啦 你觉得你是解放军的军人 你希不希望武统 希不希望打 哎 如果是解放军的军人 我当然希望武统 嗯 当然 绝对不是真正的那种 剑刀剑斜剑枪 这种武统法嘛 嗯 对不对 嗯 但你会希望武统是不是 嗯 对 但是是属于 当然解放军大陆有的很多种方法去 嗯 违逼利诱 你应当 讲难听一点 那就围台啊 那就围台啊 嗯 围台两个礼拜嘛 嗯 对不对 我们就没天然气啊 不是吗 是 没错 我跟你讲啦 就是说 如果 你是 就是我啦 如果我是解放军的军人啊 我一定希望武统 为什么因为只有军人 就军人只有在战场上立功 才是他就是 就是他的事业才能够飞黄腾达 你知道 不然他不打仗 他哪有他哪有累积 累积这个军功的这个机会 他只有在就是有有战场的机会 他才能够升 他才能够建功立业嘛 哦 那而且其实武统台湾就是 当然你也讲到一个点就是 不想死嘛 所以不想要冒太大的险 但是想要立这个军功 所以现在就是说 他们一定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就想要打 但是只是在评估 怎么打 对他们来讲 这个机会损失是最少的 所以就是这样 没错 所以没有不可能不打 就是说军人一定想打啦 他只是想怎么打 对他来讲 比较划算啦 讲白了就是如此啊 但是 但是对文官系统来讲 就不见得这么想打 因为你知道 如果就是说 我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好 但是没关系啦 我只讲啦 如果台湾是被武统的 那这个到时候统治台湾的 可能是一批人 但是台湾如果是和平统一的 那可能到时候管理台湾的 或两边两岸的既得利益的 或是另外一派 另外一拨人 所以和统还是武统 或是什么统 影响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影响到统了以后 谁掌权谁控制资源 你懂了吗 那台湾影响的 不就是那些掌权的人吗 这跟我们老百姓有差别吗 我是讲 谁统治谁自治有差别吗 我还讲的不是台湾的 我还讲的是对岸的 好啦 不管嘛 一样啦一样啦 两岸都是啦 好啦 只是谁统治嘛 不是吗 就我们人老百姓有差别吗 是啊是啊是啊 嗯 中国统治有什么不好 你可以告诉我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抗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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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现在缴税了 就最不爽的 你要缴税了嘛 对不对 缴税就他这样用 就给他们就这样用 乱花 对 如果我现在就举例 我们为什么要抗中 我都不懂在抗什么中 抗什么中 中国有什么不好 如果中国统治有什么不好 第一 我说的有第一个好处就好了 我们国防预算全部都不用啦 一年占了十几% 十六%还是几%的国防预算 我缴税有十几% GDP的2%多啦 没有那么 对 就是年度预算 年度预算 几千亿嘛 几千亿嘛 十几%嘛 那我是不是 我这笔钱就省啊 中国统治我根本 何必国防呢 我们不是省了一大笔钱 大家是不是用在教育 用在其他方面 过得更好一点 那到底中国统有什么不好 不好的 是对那些统治者 执政者 领导者 搞政治的这些人 是 一般百姓没有影响嘛 中国统治到底差 你看吧 香港 澳门 水深火热吗 人民苦不开眼吗 有吗 是 感觉 我自己老婆香港人啊 我真的没感觉到什么东西啊 OK 对啊 真的是 所以你是OK啦 你是觉得反正捅了 对台湾也不错 对吧 谁执政而已 现在谁执政 这20年有比较好吗 也是啊 没感觉啊 其实我们台湾人 真的也要想一想 就是说 这个投票选总统选来选去 你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变比较好 其实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内阁制的支持者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总统制 实在有很大的问题 任一票选总统这个制度 问题太大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啦 我们下次再开专题讨论 好啦 那非常谢谢这位老渣男 好不好 50岁了可以收收心了 好不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好